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离子的画法 首先呢我们调出一点藤黄 水分呢可以稍微多一点 让笔上呢沾满藤黄 然后呢可以再蹭一点点三绿 加一点点三绿 让这个黄可以稍微带一点点绿色 让它不要那么的亮眼 好接着呢 我们再调一点鹅黄 在笔尖的前面一半的部分 调整个笔的一半 调完这些鹅黄之后呢 再用笔尖 刚刚是调了一半的鹅黄 接着呢再用笔尖来蹭一点点褶石 这样的话呢 颜色笔上的颜色呢就有三种变化 就有三种颜色在 而且呢它们的过度都是比较自然的 好接着我们来画离子 离子呢主要就是要注意它的一个外形 上面是一个比较尖的 好这样把上面这一部分按出来 好上面这部分按出来之后呢 好接着我们就重新调一点颜色 好再用侧峰把离子的下面这一部分带出来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不用去 可以不用加褶石了 直接带出来 这样呢就有一点的颜色的变化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修饰一下这个形 稍微的修饰一点点 好接着呢我们可以用狼嚎笔 调一点褶石 加一点淡默 画霸的时候呢也可以有一点点颜色变化 比如说整个笔上的颜色稍微淡一点水分多一点 然后呢我再用笔尖尖去蹭一点稍浓的颜色 这样整个的霸画下来也会有一点颜色的变化 好稍顿笔 在游戏网粗 好这样画完之后呢 等它大概是八九分干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上面的这种颜色 比如是褶石 加一点点鹅黄 然后点一点离子身上的这些小这种印记 点的时候要注意要 同样也是要有大小的变化 像大概是像雨点这样 也要有大小和疏密的变化 上面这一块呢 可以稍微的密集一点点 好这些都点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弹幕 弹幕可以加一点褶石 也可以不用讲 点一下它的古旗 秤诗点 现在呢还没有太干 秤诗点呢 它就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融入的这样 融合的一个这样的效果 有喜欢国画的朋友呢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有时间呢可以跟着一起学一学 一起画一画 我们可以用这个绿子吗 然后可以用这个绿子吗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绿子吗